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大众塔罗真部 就是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的一个讯息哦 看看有什么样子值得注意或者是需要 值得期待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 嗯?怪怪 看一下有什么样子值得期待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前面有四组排哦 那今天的Aviv Podcast的话呢 是一样有声书哦 因为跟我一起录音的Jesse还在 就是很忙所以我还是我们没有录到Podcast 所以今天的Podcast还是是有声书 但是是第二章Chapter 2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听听看 那么嗯? 这边的话是1234 然后我还没有抽出爱情工作跟财运的部分 但这个的话是你的未来七到十天一个General 看一个整体的部分有什么样子需要注意 或者是可以期待的哦 那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来用这一副牌来抽工作爱情跟财运 OK?好 那么时间轴的话我会写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还有这个Message地方 然后还有时间轴的地方 如果你现在需要更多时间的话 你就可以暂停影片哦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从第一组开始咯 OK? 好 如果你选择的第一组的话 这边Overall的是一个圣杯吧 OK 未来七到十天哦 圣杯吧是一个整理好心情往前走的一个一张牌哦 所以八其实都是丰裕的 富裕的 富足的 OK? 即使圣杯吧也是 这个是你的心灵很富足 你已经知道你想要什么了 所以你现在要去追求你想要的东西 OK? 而且把贝贝都排好了 表示你就是整理好你的心情了 知道自己要什么了 对吧?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是一个整理情绪 整理心情 整理一切的东西 但情绪跟情感是特别着重的啦 然后你就要去追求你想要的了 OK? 你的梦想你想要追求的东西 转头走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先是看工作运的部分哦 OK? 工作运的部分有什么样子呢? 工作运的部分 又是一张八号牌 是不是一号牌组? 你们就是一个风雨富足的一个群组哦 未来七到十天哦 金币八代表的是 Focus 专注 OK? 专注在你的工作上面 精益求精哦 未来七到十天 所以工作上面 或者如果你还是学生的话 精益求精 好还要更好 当然啦 因为这是处女座的牌 要注重小细节的地方 OK? 魔鬼藏在细节里面 所以反而不是那一种 啊 大弧度的 大规模的看一个大概 而是要去看到一些小细节的地方 所以如果比如说 你是学生 你study的话 你在学习一些东西 你不是去看就 啊 我大概知道 你可能要知道它的原理 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那你这样子才能够举一反三 然后 而且你越觉得不可能的 可能你就是越要去好好的 读它 或把它搞清楚 你看 我所谓的就是你知道 有的时候我们考试 就说啊 这不可能考啊 什么对不对 就考 就偏偏就考那种 OK? 或者是说 现在如果 因为我上传影片的时间 可能就是刚好是放假 或什么的话 你不要荒废你的 就是在玩乐上面 还是要记得 去适当的时候 每天空出一个时间 然后去复习 去念 而不要所有的东西都卡在 什么最后一天啊 处女座这张牌 通常跟六宫有关 六宫就是一个 有一个日程表的那一种概念 所以今天现在要做什么 现在要做什么 有一个系统化的去规划 你的 你的 事情可能会更好 更能够 事 事半功倍 那如果你现在是 在工作的话 上班族 一样 精益求精 非常适合在未来 翘时天去学习一个什么 OK 静修一下 Right 然后或者是说 细节要注意 因为有可能 尤其如果你的工作 是需要去 看一下 东西要去检查 或什么的 记得东西都看好 看清楚 要不然的话 很有可能 真的就是小细节的东西 比如说印刷 就真的是 OK可以了 然后冲出去 然后结果就发现 里面有一个大错字 之类的这种概念 所以看细节 OK 还有什么呢 我看一下 OK 如果你现在未来翘时天 是要准备 去 那这个 面试来 找工作的话 在细节里面 你的穿衣服 要整齐 要适当 看起来 要professional OK 要有专业感 专业度 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要得体 而且是 带着一些服务心态吧 或者是 就是 真的 专业 专业度 是非常重要的 在 如果你要去 未来翘时天 在面试的话 你想要能够达到 就是面试上这个工作 或拿到这个工作 怎么样子 可以让你看起来 更专业 你的 你的那个resume 要怎么样子写 记得不要有错字 文法要通畅 这些东西 会让 就是取决一个人的 胜败的 一个关键点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切到10天 但是因为是金币牌 所以工作运 或者是你学习运 都是好的 都是不错的 只是刚刚给你们一些 小小的小提醒 这样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爱情的部分 我们来切到10天 爱情运的话 爱情运 Will of Fortune 我刚刚看到底牌 还是Magician 所以Will of Fortune 或者是Magician 都一样 1号 10号也是1 开始 有一个新的开始 有一个转运的感觉 所以未来切到10天 如果你是单身的话 你现在是单身 所以抽到了这张 Will of Fortune 很快能够有脱单的 命运的卸购 这种 那么如果你现在是 暧昧当中的话 看你们的状况 是什么样 因为这个命运之轮 有趣的就是 它是命运之轮 有一些翻译翻成 幸运之轮 No 为什么它是幸运之轮 它明明是Will of Well I can see Will of Fortune Fortune 它可以代表是幸运 可是在这个里面 它是命运 这个里面的Fortune 是代表命运 而不是好运的意思 Right Will of Fortune Fortune是命运 所以 如果你现在正在暧昧起 然后你就觉得 它到底是怎么样 让你有点烦恼的话 反而抽到这张 是会往好的方向去的 但是如果你抽到了这张 但你现在好像还不错 OK 反而 会有相反的那个 因为永远 命运之轮是永远在转动的嘛 所以你现在好运的话 可能接下来会出现一些阻碍 但如果你现在感觉很多阻碍的话 反而未来小时天是会有好运发生的哦 所以你们可以期待看看哦 那 感情正在交往当中的话 也是类似的概念哦 就是如果好像 不是那么OK的 反而会有转好的迹象 但转好不是说会变坏 而是可能会有一些需要去克服的 因为你就会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一切都很顺 我们就会大意 就会比较没有上那么上心 所以反而要去更小心的去经营 更加的去沟通很多的东西哦 因为这边的话都是一个固定星座 固定星座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太过坚持极见 不愿意变通 但Mule of Fortune告诉你 是永远东西都会在变 然后底牌又是一个magician 水星的那个 要非常有技巧的去沟通很多的东西 所以尤其如果你现在是正在 就有伴侣的话 沟通非常的重要哦 OK 那如果有一些问题的 沟通很重要 但是同样也会有往好的迹象去 OK 好那我们最后 也不是最后 对对对 最后来看 如果现在是分手锻联的群组哦 分手锻联的群组哦 这边因为 你知道刚刚主牌圣杯吧 整理好心情往前哦 先讲 Wil of Fortune 刚刚也说了 是有这种 好转坏 坏转好的这种 也不能 这有点太两极话了 不能说害 好就会变成坏了 刚刚我们讲了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阻碍 需要去做一些 疏通跟 解决哦 那 所以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分手锻联的状态的话 其实 Wil of Fortune 分手锻联本来就是一个比较 不是那么 开心的状态的吧 所以 抽到Wil of Fortune 真的是 我觉得有沟通的可能性 OK 复联有可能 甚至对某一些人来说 的确是有 复合的 可能性在 OK 有复合的可能性在 然后 复联的话 我觉得是有的 OK 好我们最后来看财云的部分哦 财云的部分 财云的部分出现了金币二 哇 又是什么 就是那下面 你们底牌 一直出现 什么就是 interesting 好 金币二代表了 有两个东西在 在juggle OK 正在 Balance 平衡啊 什么的 所以财云的部分 我们来七到十天是 我们建议你 鸡蛋不要 通通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建议你分散你的风险 多方的 去投资不一样的东西 来 或者是 如果 你要破财的时候 不要 呃 非常的 坚持 就是啊 一定要是这一间 或者是一定要在 这一个地方 可能也蛮适合去 做一个比价 或者是 看看 哪一个可能更划算 然后让人家给你 雇一个价 报一个价 然后让你去做一些比价 可能会更好一些哦 那出现金币的话 不管怎么样 你们的财运 未来七到十天 其实是好的 OK 是好的 有无限的可能 我觉得 不管你是 正财偏财 都有机会 赚钱的机会 都有 而且真的就是 我们刚才讲 鸡蛋不要放 同一个篮子里 所以如果你现在 有正财的部分 就是一般的工作 其实抽到这个话 你想要赚一点点 小小的旁边的钱 外快啊 或者是 side money 英文叫 所以你可以做一个 有一个 不是偏财 而是 你的兼职 其他的东西 让你可以 小小小赚一些钱的话 我觉得也蛮适合的 财运的话 外交时间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还不错 然后甚至可能 有一点忙碌 忙着赚钱 所以赚钱的 这个有无限的可能性 所以赚钱的 这个财运 未来敲十天 挺好的 一号牌组 八马 风雨啊 你看 这是给一号牌组的 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 想要跟我分享的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 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想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二号牌子 我们来看一下 overall的 overall的话 抽到的是 hermit ok 九号牌的 赢者牌 未来敲十天 你们的主要能量 是要 想要躲起来 可能想要 不想要接触人群 或者是想要去 进修 或者是 想要自己独处的时间 空间等等 所以未来敲十天 如果不是你想要的话 那边就是建议你 适合 未来敲十天 先不要 应该是不是说 叫你不要跟别人接触啦 但是你非常需要自己独处的时间 跟自己对话一下 然后或者是 学习一些什么东西 或者是 往内心深处去探索一些东西 不是 这个东西的话 你想要 你想要追求的一些答案 不是在从外面去寻找 而是要从你的内心里面 去找到那些答案 OK 这是一个overall的讯息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到十天 工作运的部分 工作运的部分 我们的话抽到的是 金币 不是什么 保健三 底牌其实是 全这样子 还不错的 所以 未来敲十天 在工作上面 可能有一些 不是 我觉得 甚至可能 是有点像 类似圣杯舞的那种感觉 失望的感觉 OK 所以有一些 可能你想要propose的一些project 可能不能 不通过 不行 或者是说 要改 OK 或者你要等 现在先不能 no go OK 所以 保健三 这个 我觉得这个还蛮 突如其来的 或者是有点让你 shock到的 或者 这个不见得 真的是一些不好的事情 这也有可能是 就是 你在工作的岗位 里面 未来敲十天 会听见一个 什么让你很shocking的news 有可能是谁跟谁恋爱了 他们两个在谈恋爱 那种感觉 或者 我跟你讲 他们两个分手 什么 他们看起来超好的呀 怎么会 所以这个不见得一定是 发生在你身上 但是就是 工作场合里面 可能会有出现一些什么news 让你觉得 大吃一惊的那种感觉 但如果跟你 不要切身的话 有可能就是 你想要推进的一些project 阻碍啦 跟你说要修啦 跟你说不行啦 什么之类的 所以要比较小心一点 可能要去往里面看一下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真的 有一些 为什么他们觉得不好 我看一下 如果你现在是学生的话 未来先要十天 保健三代表 我觉得 还有工作的人也是一样 还有学生也是 保健三代表的 你还要注意一下 你的健康的问题 我会提醒一下 这个东西也要健康 注意一下健康的问题 你知道现在 我上传影片的时候 这个是没有时间限制 但是上传影片的时候 刚好是冬天 所以冬天的时候 也要特别注意这种 突然的忽冷忽热啦 这些的 对心脏可能都不是那么的好 还有这个 我会建议就是 健康的部分 不要过度的劳累 OK 记得要适当的时候 要休息 不要让你的心脏 负荷太大 所以学生的话也是一样 如果你现在正在读书啊 或什么的话 要注意你的心脏的部分 健康的部分 也要看一下 OK 或者还有啊 现在也是上传影片的时间 是年底嘛 但是任何时间 如果你看到的话 你可能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应酬啊 或什么的 喝酒可能会伤身伤心 对吧 所以这些过度的饮食啦 饮酒啦 什么都要小心一下 注意一下 OK 或者心血管疾病啊 这些的 好哦 那个正在找工作的话 未来七号十天 抽到这一张 可能还不是那么的 你可能听不到回音 OK 有可能听不到回音 所以 未来七号十天的这个 但也不要气馁啦 OK 还可能还会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因为你看 你们的主牌也是hermit 叫你先暂时 寻 看内心 而不是寻外 去找一些东西 所以可能先 可以先relax一下 未来七号十天嘛 可以先蹲低 然后可能做一些research 这个是有点像 探索研究 我想要去哪一间公司 什么之类的 所以可以研究一下 好 那么如果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号十天 爱情运的部分 爱情运的部分 我们来看 爱情运的部分 圣杯八 OK 爱情运的部分 未来七号十天 这个是一个往前走的能量 八号 其实一号牌组的主要牌 是圣杯八 看到没有 所以代表什么呢 未来七到十天 感情的部分 你是整理好心情 整理好心态 去追逐你想要追逐的东西 八号牌都是富裕富足的 所以单身的朋友 其实抽到圣杯八 应该是 想要去追逐 自己的一些梦想啦 怎么样子 让自己能够更开心啦 所以单身的 反而抽到圣杯八 是不急着想要脱单的 就是自己 一个人也挺开心的 挺好的 而且甚至有可能 真的是在想说 我到底想要什么 我到底想要什么 或者是正在 做一个整理的 正在整理当中 好 那么如果你现在是 正在暧昧的话 有可能你 或者是你的对象 会 这个 两个解释 一种是 你们的关系 要进往下一步了 OK 就是你们的关系 越来越清楚的感觉 越来越好像越好的感觉 越来越明朗化的感觉 所以要进往下一步了 你会在未来七到十天 看到越来越明朗的 这个部分 那越来越明朗 有两个可能性嘛 一个是越来越明朗 你就知道 OK 没戏唱了 另外 要不然的话就是 越来越明朗 我们真的是有 稳定下来的机会 OK 所以未来越越 未来七到十天 正在暧昧当中 的 会是一个 明朗化的状态 所以暧昧的话 暧昧的话会 越来越清楚 是怎么样子 那 如果你现在 是正在交往当中 稳定交往当中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感情 我觉得还不错的原因 是因为 两个人都非常 我觉得EQ很好 OK EQ非常好 都非常的 情感上面 非常的成熟 然后 也开始清楚 自己想要什么 然后甚至 我觉得 八号这张牌 是可以去 有一些情感上面的 交流跟沟通的 所以 因为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以后 所以 也 也 就是会 会往更好的方向去 但如果 你现在 这一段关系 其实是有问题的 的话 这个也是一种 整理 把关系 整理好 然后 放 自己 以及对方 自由的牌 OK 但是 这个都是前提 是 未来七到十天 是在一个 整理或明朗化的 一个状态 Right 好 那么 越来越想得 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知道 自己情感上面 需要的东西 是什么 那么 如果现在是正在 复合复联 想要复合复联 你现在正在 分手断联的当中的话 这个也是一种 整理好关系 往前走的 所以 复合复联 反而抽到二号牌组 因为这边也是一个 主牌 是hermit 复合复联 在未来七到十天 是 几率是比较低的 甚至有可能是会 想要往前了 不想要再等待了 可能是你 可能是他 然后或者这边 hermit 你要往 从内心去 看你自己 Right 而不是去 从外面去寻求 所以你自己里面 要做一个 强化的部分 内心 好 未来下十天 财运的部分 财运的部分 财运的部分出现 strength 财运的部分出现的是 力量牌 力量代表什么呢 又是一个八号牌 你们抽到两个八号 财运部分抽到这张牌 先 我会认为先观察 OK 这张牌代表的是什么 耐心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先不要太冲动了 OK 不要太冲动了 这个是要一个 耐心等待 然后 先观察一下状况 然后 你看哦 这个 有这个无限大的 那个可能性 所以财运其实是好的 可是 不要太冲动 才有可能会有好的结果 这看到没有 是这个女生 有无限的耐心 去慢慢的 让这个狮子去驯服她 让她可以把手 放在里面 然后还可以 这样摸她 这样子 所以财运的部分 也是一样 你要 用 耐心去换取 财运的好 未来七到十天 有可能 动荡有一点大 或者是 起伏有一点 所以 要有耐心 是比较 还有 当然啦 这个也是有勇气的部分 不是只有耐心 有耐心 还有勇气 你要有勇气 去先说 No 你才能够 赚取更多的 但是 未来七到十天的话 这张牌抽到的话 我觉得没有什么 破财的可能性 反而是有 无限大的可能性 去赚取很多的钱 二号牌组 也是抽到了 有无限大的 没有很多牌 在塔罗牌里面 是 你看 无限大 Right 你的底牌 也是金币二 一号牌 也是金币二 你们抽到两张 无限大的可能 所以 财运未来 下十天 有无限的可能性 但是 如果你想要去 累积你的财富 或者是要去 做一些投资的话 会建议你先 等待一下 OK 不然 这边底牌是 你要不去 多方 注意 不要把鸡蛋 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但我还是建议 主要你的是 这一张牌 这边又是 Hermit 低调 Right 那有耐心 等待 最佳的时机 未来七到十天 可能并不是 最好的 投资时间 所以 这个是给 二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 那都可以写来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 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 三号牌组的话 你们刚好 你们掉出来是两张牌 你们是唯一的牌 牌组里面有两张 主牌的 主牌未来唱十天 你们的主要牌 是这个 Page of Cups 跟这个 Queen of Swords OK 所以带给你们的一个讯息 是什么呢 Overall的一个讯息 就是 是有一个offer 但是你要知道 你的底线是什么 OK offer 有offer 不是见得 你任何的这种offer 你都要接受 Right 你有的时候 有一些offer 你必须要说 Oh 这个This is not for me 这个不是 对我 我觉得这个还好 没有那么好 你要有勇气说 不要 OK 说No 这个offer 可能是感情上面的offer 可能有人向你告白 OK 可能是财运 有人想要告诉你 我跟你讲 有一个东西 很厉害 很棒 叫你去做一些投资 或什么的 或者甚至是这种 工作上面的一些offer OK 或者这边 还有一个可能性 是 你的offer 可能会来自一个 非常 严厉的 的 一个长官 OK 我们这里的话 就不看女的 还男的 就是长官 这个长官 看起来非常的严厉 然后你会觉得 应该没有什么可能性了吧 结果他却 非常看好你 OK 很喜欢你 出乎你预料之外 或者这边也有可能是 感情里面呢 有一个 比你连长的人 给你一个offer 喜欢你 好 我觉得这边还有一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也不要被有一些offer 你知道 唬烂 right 你就要不要被骗了 这种感觉 好 工作方面 emperor wow OK 国王牌 国王牌代表 stability 代表冲冲冲 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在工作上面 很显然的 你是大家的领袖 大家非常听从你的意见 非常尊重你 非常对你说的东西是 嗯 真的是很尊重啦 然后 你就是大家的领袖 所以这 出现这张emperor的牌的话 我觉得未来七到十天 你也很有可能 会被指定offer 被指派一个说 诶 这个project你带领 或这个东西你 吩咐你去做 就是你是这个 小组 组长啊 队长啊 什么之类的 OK 所以这个emperor 还有这个 这个emperor 我会 国王牌 会有一个小提醒 是 你们要记得 因为这个是 跟牡羊有关嘛 OK 牡羊座的话呢 嗯 都是冲第一个 冲第一个有好处 你就是好处拿了第一个 但有的时候死了 也是第一个 所以你要小心哦 在有一些时候 有一些东西看起来太好了 是不是 你要三思一下 而后行 不要 嗯 你就是 第一个冲出具 然后变炮灰的那种感觉 你看 蔚来翘小时天 在工作上面呢 也是非常建议你有一个 因为是四号牌哦 你可以定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schedule啦 有一个 可以follow的一个 日程表 或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表 我觉得更能够去 可以好好的 显化 你想要做的一些计划的东西 因为这个通常 牡羊这张牌 或者是国王这张牌 通常就是先冲了 先做了再说 但是持续力有点不够 所以这个 你把它写下来 做一个比较完善的计划 也可以拉长你的这种持久力哦 但不过蔚来翘小时天 你们在工作上面是 甚至有升官的机会 OK 或者是当组长 当队长 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好 那么 我看一下哦 如果你现在是学生的话 也是一样哦 你可能就是什么小组长啦 班长啦 什么长啦 OK 都可能跟你有关哦 在蔚来翘小时天 什么模范生啊 你甚至可能真的是被 选为是什么模范生啦 所以我觉得在某一方面 你的压力其实还蛮大的 因为你变成好像 一定要做得很好 因为你就会给自己 加租一些 我需要是一个榜样的 那种感觉哦 因为这个国王也是一种 要作为别人的榜样的 Right 所以 未来翘小时天 我觉得抽到这张的话 嗯 有的时候 你知道火象星座嘛 难免 这种自我啊 膨胀的部分哦 可能会让你有点就是over OK 所以 别人称赞你啦 或者是你真的做得很好 你也不要太 就是你知道 要头变大的那种感觉 大头的那种感觉 还是要脚踏实地一些哦 这边 四号牌 脚踏实地一点 还是要一步一脚印 慢慢去做 有个好好的计划 然后有一个表 可以按表操课 你这样子能够更 更 实际化 以及 更加大你的一些 收获的部分 你看 所以 就是不要太 太over 有的时候 就怕 乐其生悲的这种感觉 嗯 还有哦 呃 如果你现在是 正在找工作的话 出现了Emperor 你非常的有王者之风 王者之风 这边也有一个offer 所以我觉得你被试上 或者是被拿到 就是 呃 通知 有面试的机会 都是非常的大哦 在未来七到十天 所以 呃 还不错 OK 好 那么 呃 爱情欲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七到十天 爱情欲的部分 爱情欲的部分 哇 你们都是大牌 节制牌 OK 呃 节制牌的话 又是一个火象 火象能量 射手座 未来下十天 Timing is everything 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话 我觉得是 你看 这边有一个Page of Cups 我们刚刚讲 这是一个overall thing 你非常有机会 能够脱单 完全现在只是 时间的问题 OK 早跟晚的问题 还有沟通的问题 你们的 你们的这种 三观能不能够契合 我觉得你找到对象 不是问题 但是问题在于 你们的精神世界 是不是通的 OK 也许这个才是你的 你决定要接受这个人 还是不接受这个人 你say yes 还是say no 的这个部分 但是你是有桃花的哟 单身的朋友们 你们有桃花 只是不见得你们会有契合 所以这个需要好好的去沟通 了解一下 而且你们可以 真的是可以 就单刀植入 先问一下 所以你对未来有什么样子的理想啦 你是怎么样子花钱啦 等等 你的安排的东西 讲一些比较高的东西 再来 如果你们是曖昧的状态 OK 曖昧的状态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 我觉得会越来越清楚 OK 可能甚至会被告白 要稳定下来 Temperance这张牌 就是在讲一个沟通的部分 然后平衡的部分 所以 我觉得只是时间的早跟晚的问题 未来七到十天被告白的几率是高的 或者是你想要去做告白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 嗯 也是可以做的 OK 可以 可行的 那如果你现在是正在 稳定交往当中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 我觉得 你们就是 有这个天使守护的 OK 然后 只是要比较注意你们的沟通 注意你们的这个精神上面 注意你们精神上面的这个 有够不够契合 OK 嗯 其他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最后是这个分手锻炼的群组哦 如果你们现在是分手锻炼的群组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 嗯 你知道 这两张牌很有趣哦 我觉得 即使有一个人有offer 就是真的是有人想要回头哦 回头来 来说 哎 要不要在一起哦 我觉得另一方也会觉得要 是no no 所以我觉得未来七到十天 有复连的几率 甚至对方 或者是你想要复合之类的 可是有一方是会 是 是 是拒绝的 OK 不想要的 好 未来七到十天 因为你看两个是背对背啊 未来七到十天 未来七到十天 财运的部分 你说我跟你讲 你应该要这样 我跟你讲要那个 不要听他们说的 say no OK 你要看清楚 看明白 他们的一些手段 未来七到十天 投资不适合 财运的部分的话 你要收好你的财 非常有可能 有人会以什么慈善机构啦 你要帮助谁谁谁啦 什么 我不是说你们不要去做 但是 你们自己去找 你们想要 如果你们想要去做一些慈善 是什么捐款啦 或什么的话 你 发指你自己的内心 自己去找 你想要去 捐款 帮助的那些慈善机构 你不要 被一些慈善机构给骗了 哈尔粉 这种有组织性的团体 可能会用一种 方式来 欺骗你啊 或什么的 OK 跟你说 你知道 这苦肉计啦 什么的 你要比较小心哦 收好你的财 OK 或者是有些人 会假装专业人士 然后告诉你说 你应该要怎么样 应该要怎么样 收好你的财 要有底线 你要 脑袋要非常非常的清楚 OK 回来七到十天 嗯 金牛座 这张还是金牛座 所以还有就是 你也不要 因为别跟 对方有可能 你有可能会贪图一些 可以 好像可以节省 一些事 的关系哦 就是啊 这样好像很方便啦 这样然后你就 托别人去帮你 弄一些什么东西啦 或者是 请别人做什么 这个我觉得你还是要 自己 劳累一点哦 去 去亲自 去做一个什么什么 亲自去跑啦 亲自去买啦 亲自去干嘛 不要 托别人 靠自己比较好 OK 因为你不晓得 对方可能 不是一个 可以信任的人哦 OK 好 这个就是给 三号牌组的 一个解牌 相对 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 想要跟我分享的 那都可以写来 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 四号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号十天 哇 主要牌是 金币十 耶 nice OK 未来七号十天 你们的这个 超好运的 我必须要讲 好运 好运 非常的好运 金币十哦 你知道 做卡罗牌 越来越久以后 我越来越倾向于 金币的好的牌 比如说金币一啦 金币十啦 这一种的 圣杯一 圣杯十也OK right 但是我真的 你 我觉得我啦 我个人 可能我的月亮 摩羯 开始越来越跑出来 我真的觉得 我想要看到 实质的东西 right 金币十的话 除了有这种 大家都很非常开心 在一起 然后又非常符合 我喜欢 劝导大家去 做一些慈善的事情 然后而且这种 就是你知道 你做好事 就会有好的回馈 right 然后大家都在一起 你看又有老长者 然后还有小狗 多开心啊 right 然后 实质的回馈 你知道 圣杯十就真的 只是happy OK 心灵上面得到满足 金币十 除了心灵满足 还有钱 多好 我好世俗哦 sorry OK 四号牌子 外来七号十天 就是 只是要告诉你们 抽到你们的 overall 外来七号十天 应该是非常 不错的 你的 努力 会有实质的回馈 OK 努力 会有实质的回馈 但是要注意哦 这个也是十号牌子 所以 外来七号十天 应该是很多事情的 结束 所以过了 下一个礼拜 就这个 未来七号十天以后 可能会有一些 要重新开始啦 重新 布局啦 等等的 所以 外来七号十天 是一个 圆满的 落幕 圆满的结束 但是你的努力 是会有 实质的回馈的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外来七号十天 工作运的部分 工作运 这样怎么办 这样 哦 工作运 保健 保健 就是一个四号牌 保健 四通常代表的是一个 休息 停止 的意思哦 可是这边 逆位了 OK 所以叫你不要躺着 叫你要动起来 未来七到十天 要动起来 你没有动起来 就没有实质的回馈 要努力 不管你现在是上班族 还是学生 动起来 OK 未来七到十天 不是休息的时候 不是 被动的时候 这个 保健四通常是一个 比较被动 然后休息的 No 动起来 而且哦 保健通常代表 思想思考的 Right 所以你的脑袋 要非常的灵活 非常的 动得快 如果你没有办法的话 找一个人 可以跟你一起 他是快的 弥补 你的 比较弱的这一项 OK 动起来 不要 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 未来七到十天 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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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如果你是什么 出去外面跑 OK 不要再坐在办公室里面 这一种 你动起来 你就会有收获 动起来 就会有收获 OK 那个 学生的话 一样 你只要努力练习 努力学习 你就会有收获 就会有好的收获 找工作 不要说 啊 连关将至 我休息一下好了 好累哦 啊 No 动起来 动起来就有实质的收获 OK 大家都在休息的时候 你动起来 是不是你的 你的竞争者变少 Right 好 未来翘十天 爱情运的部分 我只能说你 四号牌组 你们都看到了 它飞出来 爱情 榜榜底 单身的朋友们 OK 抽到这两张都是十号牌 我不 单身的朋友们 这样子哦 你想要脱单的话 心想事成 你就可以脱单 OK 你要努力 就会有回馈 金币有一个问题就是 算问题也不算啦 就是金币一定要有努力 才会看到回馈 OK 是没有从天上掉下来的这种 所以 如果你真的很想 很想 很想脱单的话 你就去参加什么 该参加的聚会 该去认识的人 你该 宣传 告诉各个 朋友 说我想要脱单 你要大肆的宣传 这件事情 叫别人来帮助你 以及你自己 非常的积极的 去做这件事 你一定能够心想事成哦 那 如果你是想说 一个人也很好啊 我很享受 我的单身生活啊 是这个 心想事成啊 你就可以飞航过 很富裕的 很棒的 单身贵族的生活 OK 自己的赚的钱 自己花 在未来 现在要十天 很开心 OK 好 那么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 暧昧当中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 十号的这两张牌 会有实质的 回馈 你会开始看到 就是你所有的努力 或者是对方对你 对你 如果对方是非常积极的 追求你之类的 或者是你 你反而有 你可能是那个 搞暧昧的那个嘛 right 总而言之 会开始看到 有一些实质的回馈 对方可能被你感动啦 或者是你被对方感动啦 你愿意去多给一点啦 所以这个是有 而且是十号牌哦 所以应该是会有一个 进到下一个阶段的可能性 所以未来笑十天 是一个蛮关键的时刻哦 就是会看到 可以看到进展的时候 OK 而且我觉得这是 十号金币石耶 应该是往好的方向去走的 OK 所以这个暧昧的关系 应该会有 很实质化的 会变成稳定关系的 OK 然后如果你现在是正在稳定交往的话 亲爱的 未来七号十天 你就是开心 好不好 金币石 家人 非常的高兴 然后 过得很好 悠悠小狗 然后朋友 大家都非常融洽的在一起 OK 很开心 很棒 没有什么好讲的 OK 未来笑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分手锻炼的状态 OK 如果你现在是分手锻炼的状态的话 这两张都是十哦 嗯 金币石 你会看到实质的回应 所以 如果对方之前一直都不回应你的话 比如说你是有 你是一直去说 哎 要不要在一起啊 或要不要 为什么 为什么 whatever你做的一些事情 你的奴隶会看到了一些回应 OK 会看到一些回应 对方可能会说 哎呀 你知道我真的不适合你 你 你应该往前啊 什么的 呃 我觉得会是一个 不是一个很 很不好的回应 这个回应不见了会在一起 但是会让你觉得 OK 你能够接受 所以你可以往下一个阶段去了 或者是 真的是金币石嘛 所以有可能 复合复联是有机会的 OK 是有机会的 好 最后 财运的部分 未来七到十天 我先讲哦 这个 因为金币石哦 我觉得 嗯 我刚才讲什么 复合复联的群组 哦 对对对 复合复联的群组哦 你们要确定你们的价值观 是不是一样的 价值观 OK 你们要复合复联之前 确认一下价值观的部分 OK 好 最后来看的是这个 财的部分 金币石 你手财奴啊 你 你手财 手到不行啊 未来七到十天 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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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号 十号 这什么东西啊 尤其中文 石跟四 有的时候你知道 不卷舌的话 石也听起来像四 你们的 四号的能量超强 全部都是一样的 四四十十 哇 四号牌组 这个礼拜 嗯 好 财运你可以守得住哦 你们能够守财 而且绝对一毛不满 没有人可以骗得了你们 你们知道 火眼金星 然后再来 投资哦 我觉得你们 投资运 我觉得也有 有投资运 而且 蛮会 用钱滚钱的 投资运不错 而且会用钱滚钱 你愿 十号 用钱滚钱啊 四号牌组 哇 我已经很久以前 就没有在 就是布这个东西 我自己会选一个 我现在非常想选四号 OK 四号牌组 恭喜你们哦 未来下十天 棒棒的 好了 那如果你们有任何 想要跟我分享的话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 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